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收藏方面应该说最大的一项是瓷器 而且有很多收藏好者都是从瓷器开始喜欢各个收藏的门类 那今天咱们就是专项的瓷器鉴赏 介绍道场的鉴赏专家 那么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了 那就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张如兰老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个拍宝节目 你能够学到更多的文物鉴赐知识 好 感谢张老师今天来到拍宝的鉴赏现场 我们看看场外那位 场外那位李然李半征 先给大家不要攘眼放转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又和您见面了 这位大哥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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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从什么地来呢 我就是咱们北京本地 就是北京人 这是您带来的 没错没错 这是我带来的一件法郎彩的一件粉盒 是家传的吗 还是您买的呢 是买的 是买的哈 法郎彩咱可知道 法郎彩那是相当高级呀 法郎彩过去吧 您看有很多官邀瓷器啊 全都在景德镇烧 但是呢 法郎彩呀 从来没在地方烧过 一直是在宫廷里面烧 法郎彩呀 其实在很早以前啊 民国之前都没有 老百姓都没见过法郎彩是什么样 后来呢 是清帝逊位以后 这个故宫呢 变成了这个博物院了之后 然后呢 大伙纷纷买票进去就位的看看法郎彩 从那以后 这市面上才开始有这个仿造法郎彩 其实粉盒和这个印尼盒啊 有时候很难区分 但是呢 您这个呢 就太明显了 肯定是粉盒 因为印尼盒啊 一般都是 您比如说是一个漂亮的这个图案 或者是啊 画点竹子什么的 它文人这个喜欢的东西 在上面绘画的比较多 您看您这 画的是一个外国大姐 然后带着孩子 对对对 然后这个装 您比如说装这个粉笔也行 装废子粉也行 下天的时候 这一般的都是在宫中的格格呀 或者是什么呀 装首饰啊 或者是装一些这种粉盒嘛 对对对 金银细软 或者是名贵的那些个化妆品 对对对 没错 这个是官瑶吗 这是应该是御用官瑶 御用官瑶 对 这应该是宫廷用的 可是我有一事不明跟您请教请教啊 不不不您说 官瑶底下不都得是六字块呢 您比如说写什么大清乾隆年制 这个怎么少俩字啊 怎么就乾隆免制 没有大清啊 这个呢 它有 它有 它本身呢 就块啊 它有四字那个 料块 也有呢 四字那种 青花块 是可以有四个字的 对 无见得官瑶非得六个字 不是 它这个法郎彩啊 基本上就是带一个 四个料彩块 四字料彩块 法郎彩 就是四个字 基本上就是 但是也有 也有 也有啊 对 也有那个青花 就是青花款的 青花款的 对 行 那您要这么一说 没什么毛病了 我觉得呢 这还是够乾隆本朝的 为什么这么说 您看里面是松石绿柚 对 这松石绿柚的装饰方法呀 是从乾隆年间才开始有的 明天您比如说 谁要拿一个雍正朝的东西来 里头是松石绿柚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也不能说不对 也有可能是后朝仿前朝 反正这个呢 松石绿柚这种装饰方法 是从乾隆年间才开始的 对对对 您要据我看呀 这件东西挺好 法郎彩呢 可是价值连城啊 而且人物画片的呢 确实它就很高级 人物的比这个动物的植物的 甚至于就是点图案的 其实要高级很多 对 它都很难画 你像脸型啊 还有眼睛啊 它都有各朝的特征 您那个当时 多少钱买回来的呢 花了二十万 二十万是吧 哎呀 那法郎彩要二十万 那是捡着漏了 捡漏了 这得两千万的东西啊 那挺好的 这点东西二十万 我觉得您是捡着漏了啊 我看这东西应该是 对 没问题 来一支红包 得了 谢谢 谢谢您 您再来啊 好嘞 您话筒给我们吧 好 那么今天拍宝节目 在现场 没有给您带来奖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把拍宝节目 送奖的环节 现在要开始放到了 拍宝的小程序之中 那么拍宝的小程序 会延伸很多拍宝节目的服务 那请大家登陆拍宝的小程序 来感受拍宝节目 带给您的更多服务 好 我们鉴赏要开始了 有请第一位持宝人 来 有请 您好 来 这是一位老藏友的 应该是 请坐 您好 您跟着我们拍宝节目 当热心观众 至少有十年以上了 对 我在咱们拍宝节目 学到了很多知识 而且跟笑笑说我们见识 得十几年了 但是我至少有两三年 没见过您了 是吧 对 有吧 有有有 您这几年可好 托您服 一直挺好 今天见证您依然还是少年的呀 好 回到您带的藏品 咱们有请张仑兰张老师 这个观众拿的一件 是一个法朗彩人物的一个小盒 大家从这个镜头下看的 这是一个法朗彩 我们看的西洋人物 西洋人物 像这种 画这个西洋人物的这种 法朗彩是多现的 那么说我们知道这个法朗彩 只有在康隆前三代才有 那么康熙 隆正 乾隆 不同的时代 法朗彩绘画是不太一样的 康熙的时候的法朗彩 大部分是带地子的 那么隆正的时候 大部分是白地儿的 那么在乾隆的时候呢 法朗彩的画人物就比较多了 我们在隆正画的 大部分都是花卉 所以这个法朗彩 只有这个三个时代有 如果在收藏法朗彩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知道这个时代的特点 光细到了民国这个时代 我们有仿法朗彩的 而且已经做得很好了 在我们古安行里头 我们看到好多法朗彩的烟弧 法朗彩的碗 那么在那个时代呢 是仿得比较到位的 那么除了这个时代仿以后 而且有用当年的老摊 是吧 后挂材 后挂材 那么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们还有从国外进来的这种色调 来做这个法朗彩 特别我们说这个粉的颜色 我们过去叫油红 那么只有在进口的原料当中才有 那么再一个时代呢 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在景德镇再有做防法朗彩的 那么现在的法朗彩呢 也有做得不错 做得挺好的 那么我们倒回来说这件器物 我们看这就是一个器物画的是一个 法朗彩西洋人物 那么我们说这个画这个西洋人物的这种 在烟弧上是比较多见的 表上 表上 我们还有 晚上也有 在我们说 我们看它底下有一个乾隆年制的款 那么像这种东西 后边一定是料款 而且是四只款 这就是这个法朗彩的这个特点 制式 是吧 那么这件东西真一假呢 就要看它做得如何了 首先我们看这是一个盒子 那么这个盒子就是不是乾隆的制式 首先从造型上我们看 这种盒我们说乾隆上做的大部分要 这法朗彩一定做的硬盒的 不可以做的这 我们像这过去这叫结合的四个 就是两个 那么在乾隆时候 这种盒子一定是民谣当中所做的东西 而不可以在官邀当中做这个制式 那么这珊瑚红精彩 那么像这种装饰来讲 那么乾隆以后 做在各种装饰上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看后边还有这个绿底绿领 但是我们知道乾隆的时候 这个绿底绿领呢 一定是松石绿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绿呢 不是松石绿 就当时的颜料 一定是用松石 磨了以后做的颜料 所以它的松石绿呢 一定比这颜色要发白一点 不是这种 这颜色就现在化学颜料 所出现的色调 那么我们看这个 我们说这个西洋人物画的 乾隆说要比他画的不是这个状况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时代特征 所以我给大家讲了以后 就明显地看出这件东西是一件新仿的 新仿的 也不是乾隆本年 也不是民国 民国因为它肯定是奔着乾隆当年那个官造的样子 所以它也不可能仿仿这样 个人收藏也不错 您看这几年不见 你都开始玩仿郎彩了 但是这不是那么轻易买得着的 真别 好吗 得 讲的一件再跟您这么多年的老藏友 也得收回来 就咱节目的规矩 好吗 得 感谢您来老拍摹节目 这个法郎彩在宫廷之中的烧造 是有清宫档案作为记录的 就一共当年烧了多少件 档案都有明确的记载 当然民国时期呢 有很多后仿的法郎彩 老摊 甚至用雍正胎 然后后挂彩的法郎彩 现在也在市场上在交易 所以大家呢 特别记住 如果是真品的法郎彩的话 哪一件 我觉得也不能在市场 轻易买得到 而且一定是天价 大爷您好啊 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您好啊 大爷真精神啊 您从什么 您是远道而来吗 还是家在北京 北京 家就在北京 搭一只瓶子来 对 这瓶子里头还塞着东西呢 我怕有土 平时在家割着 怕进土 这一看在您家摆了不少年了呀 对 祖传呢 这是祖传传下来的 打小就有这只瓶子 哇 清花啊这是 对 那老建跟您说 这瓶子是什么年代的了吗 这上有款 永乐年制 是永乐年制吧 是 这个有的时候啊 您也不能光看 它这个款写 什么年代就是什么年代 有时候不尽然 是吧 有时候后朝 也写前朝的款吗 原来就是底下有款 它现在这也没有 不是 这个从底下写款啊 就是从永乐开始的 刚开始 瓷器都不写款 你看宋朝瓷器也没有款 唐朝瓷器也没有款 是打 这个永乐朝开始啊 开始在瓷器底下写款的 但是呢 在此之前呀 也有写年号的 但是呢 就都写在瓷器的身上 不写在底下 所以这个写证呢 是对的 大概这个 挺好的这点东西 但是呢 这个呢 可能到不了啊 这个 永乐年 这个乐呵乐呵得了 这个收藏嘛 主要就是乐呵乐呵 您要叫我看呢 这个呢 给定民国吧 晚清民国 您知道为什么 我要这么说吗 就这耳朵 就拿您比如说 清代的中早期来说吧 中期 这个耳朵啊 它做那个 您比如做个龙啊 还是做个瑞兽什么的 它还都比较写实 就是 您看您这有点抽象了 基本上已经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什么动物了 但是如果早期的呢 这些个动物的特征 还是挺明显的 所以从这一点上判断呀 这个大概期就应该是 比较晚了 反正我的结论呢 这就是 民国时期的 这么一只瓶子 好不好 给您来只红猫 你好 喂 您好 慢点 您请坐 特别沉吧 这件 不沉 不沉啊 我看您拿着 好像特别重视的样子 四字款啊 永乐年制 而且是一个青花 我们看到 画的是 鱼枣纹的一个瓶子 那么 这个瓶子的制式啊 我们不算这两个耳朵 这个样子 在明代有 不是没有 但是呢 永乐时期 没有这个造型 永乐青花 在我们今天来讲 确实 像这种款式 没有写在这种瓶子上的 刚才李然给大家介绍了 说这个 我们这个款式 从永乐时候开始有 但是这种 这种款式是在 永乐的碗里头 我们叫做碗里头 牙手碑还有转术那种的 转术才有这种 它没有在瓶子上出现 我们看到 这个两个耳朵是一个鼠 你看 还不是赤虎 吃龙的劲儿 但是它这是 你看 这个鼠头的 这个 龙脑子没做好 没做好 那么我们 我们告诉大家呢 就在明代 永乐的时候 这个耳朵并没有 我们说永乐时 确实有青花 那么大家在镜头下 可以看到 它好像使的是 苏尼泊青亮 但是这种苏尼泊青亮 是不是真的 苏尼泊青亮 大家要知道 那么像这种青花 我们看到这点 有一点点 那个西班的意思 但这种 这种我们叫做 种笔虫图 说现在我们 景德镇使的青花亮 它种笔虫图以后 出现的这个 而不是真正 苏尼泊青使的那个西班 那么西班亮 在我们看到下 它这个云南有深入 胎骨那种表现 大家看这是 浮在表面上 而且永乐时候的青花 没有这么深沉 另外从这个白夜上看 永乐的时候 我们说 是明代的刚刚开始 那么它在永乐 制胎上和白夜上 都要比这个 我们说要漂亮的多 就给你看的润的多 那么你自己 在镜头下可以看 这个白夜 我一晃就看 那好水 麻麻麻 就那个点 它出现的 幼的并不光润 所以我们说 永乐的时候的白夜 一定光润 而且不能做成 这个状况 我给大家一翻底 就看到了 那么你看大家 觉得这是火石红吗 这不是火石红 这是因为现在 是煤桥烧了以后 它这个南方是红色的土壤 就是我们酸性土壤 在烧的以后 它底下垫一个石棉瓦 石棉的那个板 出了这种状况 而不是因为它胎子里 含铁出来的这个状况 像这种 我们说这个花纹的 这个装饰花纹 这鱼的画法 都不是明大的一个特点 收藏当中一定注意 那么这件东西 就是现在新床 现在新床 家里留的没问题 但留多长时间 咱记不住了 这就好办 是吧 得 奖励基金收回来 大家现在收看呢 是由咱们中华老字号 冒龙独家 过名播出的拍宝节目 永轩青花 收藏爱好者的最爱之一 但是您先看看 这个永乐压轴杯里 那款什么样 另外一个 这个再看看永乐 关窑其他的款 有什么样 您对比一下博物馆 我觉得这样的藏品 一般子也能分别 拍宝 7月18日 有讲问答揭晓 问题 大成至圣先师 指的是谁 答案 孔子 恭喜第五名答对的 微信名为 魏东建的观众 获得珍奇书画作品 事事如意 精彩节目 继续为您呈现 拍宝联合茂龙 委托市真拍卖 为广大藏友举办的 新一期拍卖会 即将开启 拍品预展调阅时间 为8月6日至7日 并将于8月8日下午 举锤开拍 拍卖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 慈云寺45号 唐山大厦 大家也可在线上同步 关注拍宝公众号 及拍宝小程序 了解拍卖相情 这位大姐 您好啊 您好您好 大姐真漂亮啊 穿着咱这个中国的这个 女同志的传统服装旗袍 是吧 咱们有一个电影叫什么 花眼年华 是吧 您有点张曼玉的意思啊 好 谢谢您 这是您带来的 是的 您想给介绍介绍 这是我先生家祖传的 祖传传下来的 对 我先生他爷爷那一代 就做生意嘛 他买了好多藏品 我这个碗是一对 今天就带来了一只 带来两只 但是拿出来一只展示 行嘞 咱给看看啊 这个碗咱一看 这是龙泉呀 是吧 龙泉窑 龙泉窑是青词 古人尚青 认为它高贵素雅 这上面还带着暗刻呢 是吧 对 它突出出来的花纹 哦 鱼 鱼藻纹 鱼藻纹 对啊 连年有鱼的意思吗 对 这叠这块红是什么意思呀 红是按的手印 谁按的呀 我按的 因为以前 以前在 以前在其他地方 说是要卖嘛 放到它那 所以要按个手印 是 那什么 是我们的东西 是您的东西是吧 对 这碗没问题 什么年代的 您当时家里说了吗 中代的 听说是明代早期 永乐年间的 明早期的是吧 这只碗呢 咱们看一下 很开门 您看 很温润 对 温润 像玉一样 很灿然 大概其呢 这就应该是明代的 明早期的吧 保存的还这么完好 而且关键呢 它还是一对 真好 这只碗 这个卖嘛 也不卖 卖 还真卖啊 合适的价钱就卖 那您可以上拍卖会 我倒真是希望大舅会有东西 咱尽量都上拍卖 您知道为什么吗 您私底下卖啊 这价格永远是 就是来人跟您聊 这价格永远是越聊越低 但是上拍卖会呢 您比如说 它都是给您往上 它都给您往上 然后涨价 因为这也是我不太爱在拍卖会买东西的原因 不要着急 我说那上面写着 那写着才800块钱 怎么最后16万成交的呀 我就老想不通这事 所以您可以上拍卖 我呢 现在咱就桌上摆的这一只碗来讲 起拍价八万 好不好 戴姐 一只八万 一只八万 好吧 那给您来一红包 谢谢您 再来 来 您好 来 您好 快来 快请坐您 我这是一对碗 拿了一只 是吧 我这是一对碗 带了一只 好 请坐 我先带一只 让老师先鉴定一个 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个里然在电视当中 跟大家说这是个龙泉羊 实际上我跟大家说 这是锦德镇的磁器 而不是龙泉羊 为什么呢 龙泉羊一定是灰胎的 那么大家在镜头下 看到这是一个白胎子 那么它一定不是龙泉 那么如果是明代的龙泉 它一定不是这个颜色 应当绿中闪一点点黄 像这种 我们说叫做粉青了 已经差不多到了这种了 那么说 粉青还重一点 对 稍微重一点 因为它是锦德镇的谣 但它就想做龙泉那色 对 所以我们说 它一定不够那个龙泉羊 也不够明代 但这件东西呢 我们看它是一个 模印的 这是一个和联的这种图案 大家看这个碗的造型 那么它这个造型 也不是明代的一个特点 那么明代的造型呢 这个碗一定下垂腹 而且这个碗不是这种状况 所以说实在不同 碗的造型不同 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说 一定是个老的 是什么时候呢 是一定清淡 我们说清早期的一件碗 这种东西是民谣 我们不可以给你明确的说 我们就顺制是康熙 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 早期就康熙左右 但因为它不像关瑶 明确写着大清康熙年制 我明确告诉你 所以我们这件东西 应当是一个清早期 康熙左右吧 三百年得有吧 那么这个不是关瑶 它是当年景德镇 也是仿造龙泉瑶的样子 然后烧的这么一个碗 真的是没问题 也有三百年的历史 那只也是完整的是吗 对 像这样一对 是这样价格怎么样 张老师 那么如果一对没有吗 熬病的话 六万到八万 六万元到八万元 好吧 好 那因为是清代时期的 慈祭别着急 我们给您双份的 宝物奖的基金 来 祝贺 谢谢 好 大家现在收看 是由咱们中华老字号 冒龙独家过名播出的 拍宝节目 有些藏友手里的藏品 是真的 那么就像刚才 这位藏友一样 我们也希望您的这个藏品 能够价值千代 价值上亿 但是这个藏品 可能都觉得 在您手里头 家里头割了几百年 上百年 特别珍贵 但是玉米市场 是有它的规律作严的 所以大家也希望 一个是看看博物馆 另外一个 也关注很多拍卖 就是规范的 它都是一个市场 这位老大哥您好 你好老师 老大哥 这手上这带的真好 这盘知道像金沙石 是不是 有一只特流行 从哪来 我在河北来 打河北来 还得回河北去 是的 当然得回河北去了 您带来的 这是我朋友委托我 是我朋友 支托 这个朋友是从拍卖上买的 家里头的 祖传的 祖传的 真好 这只大瓶子 画片就好 这是鬼谷下山 是的 这袁青花 这鬼谷下山 您知道吧 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救孙殡去了 庞泉孙殡全是鬼谷的徒弟 结果庞泉把人孙殡给害了 鬼谷一听急了 说你们哪能这么干呀 待人就下山了 说走 跟着一个跟我走 他就下山了 这个 你看这真威风 拿一老虎 拿一豹子拉着他 但是您朋友跟您说 这个是元代的吗 下面一个款 是 我知道 它有时候 底下写着款 款 元 唐宋元 坏了 坏了 我这头子刚给介绍完了 就是在底下写款 是咋明朝时候才开始 元朝的时候 还不行在底下写款 咱看一下 咱看看 你看还真写着款 智政八年八月 张文进造 这个张文进有两个大瓶 这不是就奠定了 元青花的年代吗 这您知道吧 那个张文进 然后烧了两个花菇 然后别写着这个 最早人都不认为 说是元代就有这个青花了 但是后来呢 是因为张文进这个事 才把这个青花的断代 往前推了 这个行吧 那我实话实说 我觉得呢 这个呢 老的 但是呢 可能还到不了元代 也到不了元代 但也不错了 关键是 他这个画片画得好 然后呢 瓶子造型也大 然后摆家里头 也款式 也漂亮 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不是元代的 其实您也不太往心里去 因为也不是您的嘛 我想通过咱这个呢 就是感谢一下 咱中华的文化 对啊 证实一下 主要就是展示文化 对 然后呢 一会儿呢 再请里面 我们那个德高望重的张若兰 张老师 再给您讲 这元天花 它到底是怎么来怎么去 它一个传承历史 我觉得实际上 这个才是您今天来的 最终 这个本意 是不是 那就行 来 再给您来一包包 感谢您 您再来 张哥您 好 来 您好 这个行情标准 我现在先告诉您 如果这件事真的 市场行情确实一个亿以上 其实我觉得这个 我们不听你常有跟我们说你的来源 我们以东西为标准 东西是会说话的 这个元天花在元代来讲 也是就跟我们说皇上用的东西 而不是老百姓用的东西 所以大家要记住 元清花确实有 那么像元清花这么大件的东西 过去也是元代的贵族 那么我们知道北京是元大都 这个我们也出土了一些 元清花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我们首博去看 说有这么大件的东西 一定是贵族 那么流传到元代 流传到现在 一定是流传有去 而不是像你说 我说 他说这个都没有用 一定是皇城脚下 那么它流传下来 都在过去的我们都文字记载当中 一定是有 当地的地方质上也一定有 有记载 有记载 我们出土的这个墓里头 我们一定也是有记载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收藏这个重点的东西 那么我们说价值连城的东西 一定要不要听对方的说 那么我们觉得这件东西 确实从大家从看是元清花的样子 萧何月下追寒蟹 那么这件东西 这块鬼骨子 这鬼骨子 鬼骨子 这不是写着鬼骨了吗 那么这件东西 大家一定看到 他把俩故事隔一块了 这个东西一定要看到 我们这个元清花展览当中 确实有这种画片 而且都在我们博物馆 就正像老百姓说的 非你们博物馆有吗 我也有可能有一件 不是你 你博物馆就一个故事上的画 人画俩故事 俩故事 你可能是有 没有问题 但一定要流传有信 一定要你这个东西 一定要有出土的根据 我们说有一个 你这个特点要符合元代 那么我们说这件东西 从这图案上来讲 元清花确实有 没有问题 我们看这个叶子 我们叫做葫芦形叶 在元清花当中是多件的 这个元清花的这个叶子 厚着两部 我们叫做剪刀形 而不是像它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莲花 你看和元代的一样 鬼骨子下山 这个人做的站 你跟我们那个博物馆的队 这个人头 拍出两个多意义 对 那么确实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画法上 有那么点意思 就是说我们可以告诉你 这像元清花 但是和元清花 很大的特点不一样 它这个苏尼薄青料是假的 大家一看 这都是化学料 这就是现在我们 景德镇 我们叫做使得 现在这种土料 出来的这个特点 笔也是一样 它还写着 治正八年 大家看到我们的大维德博物馆的当中 在这个展览图片当中看到 它是写在瓶子上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从青花色调上 从这造型上 从这右色上 从这胎子上 你看这个胎子过于的细了 因为现在的尺度和过去是不一样的 大家听 也不是柴肴烧的 听那个烧结程度 就是说它烧结程度和这个柴肴烧的程度是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大家收藏当中一定要注意 这件东西 这件东西就是现在景德镇新作 好 大家也可在线上同步关注拍宝公众号 即拍宝小程序 了解拍卖相形 这有些藏友啊 就是一拿原青花啊 先不管真假 先数层 说原青花应该多少层 13层 9层13层 说这一看层数多 真的 您别的先不管 先数层这不行啊 所以您别以一般而愧全报 今天的奖品 您观众们拍宝的小程序 小程序会给您单独发放 那我们再发一份宝物奖 李基金 给那位 就那个 来自邢台的藏友 康熙的那个 康熙的那个仿龙泉的 是吧 绿色的碗 对 清酒 清酒碗 好 那么祝贺这位藏友 关注拍宝节目 关注拍宝节目的公众号 跟小程序 那么也关注拍宝节目的 首播时间 每周六日晚上的 八点 您不管啊 四十分 四十分 咱们下期 拍宝节目